北野武 北野武在2012年 認識小他18歲的情婦 並交往至今 婚外情在2014年曝光後 北野武曾多次提出離婚請求 但松田幹子始終不同意 北野武還因此公開形容 松田幹子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人 2019年兩人正式離婚 北野武幾乎近身出戶 放棄個人財產、跑車、公司名下資產 只留下東京的房子 贍養費高達200億日元 他受訪時說了這樣的一段話 北野武幾乎是純文學 出發了 來年中南武賞和草賀賞 各個都獲得 每個都獲得 每個都獲得 都獲得納貝賞文學賞 當然北野武手上還有好幾個節目 年收入高達10億日元 另外他早就形象破產 或許這樣的外遇亂搞離婚 才是民眾心目中的北野武啊 所以他的外遇 也不會像那些年輕的小伙子 對事業有什麼損傷 雖然情婦離開了 他還是可以趕快找小四小五啊 更に2013年 毎年恒例の墨高花火大会の生中継の時でした 突然のゲジラ豪雨により 花火大会中止の時代に陥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しかしそこは我らがテレビ東京 なんと永遠と去年の花火の模様を ビデオ放送とする第一定打により 前年を超える9.4%という 勝率を記録し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だ あれ以来どうせ別れしないと 毎年同じ花火の映像 駄菓子先生に根も葉もない噂がありますが 私もそう思います 最後になる